小韵播报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农历正月初十 特级生肖鸡 鼠 猴 次级生肖蛇 牛 虎 今日带摔马 狗 羊 喜神方位东北方 财神方位正北方 宜结婚 开光 祈福 求四 祭祀 祭搬家 出行 宴会 开业 交易 签约 拜线 动土 星灶 装修 幸运数字九 零 幸运颜色白色 棕色 金色 意有机 偏印主事 三合即兴入命 鼠机人 神采飞扬 活力满满的一天 思维活跃 财思敏捷 懂得表现自己 更能带动大家的工作氛围 工作容易事半功倍 受人欢迎 贵人 贵人运强劲 适合与人聚会谈合作 容易有不错的收获 二子鼠 七杀主事 路合即兴入命 鼠鼠人今天满是即兴 贵人多多 事业进展顺利 不断攀登高峰 收获满满 与常备比较投缘 尽量向他们请教吧 对以后发展大有助益 心情大好 满足又自豪 笑口常开 三身猴 正印主事 天喜桃花入命 鼠猴人整体运势较高 工作中愿意奋勇拼搏 在机会面前果断出手 会大有收获 而且得财顺利 遇到金钱方面的疑难杂症 也能因长辈的相助 而逢凶化吉 桃花运更是旺盛 单身者能遇到心动的人 已婚者和另一半浪漫无比 四四蛇 伤官主事 三合即兴入命 鼠蛇人才思敏捷 创意新颖 提出的意见和想法 容易被他人认可 对工作更加充满干劲 尤其对文案 设计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精神爽朗 适合与朋友同学聚会 增进友谊的同时 还有机会获得更多有利消息 五丑牛 笔尖主事 鼠牛人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主动 更能把全部精力投入事业中 也因此好运不断 而且不管游玩还是工作都十分顺心如意 让你开心度过一整天 另外乐上好诗 只要看到有困难之人都会伸出援手 人际关系得到上升 六银虎 正才主事 红鸾桃花入命 鼠虎人今天正才颇旺 投资理财上容易获得高人指点 再加上你善于分析 获利丰厚 爱情运较好 单身者亦得到爱慕异性的关照 让你心中乐开了花有伴侣者感情进展不顺 容易把对方当成出气筒 建议寻找其他排忧方法 七毛兔 偏财主事 鼠兔人今天偏财运不错 小有进钱机会 不过友好的投资项目也要多请教有经验人士 循序渐进 以免得不尝试 工作方面进展还算顺利 希望的窗户为你打开 过去一直莫有起色的事情 此日会看到曙光 八亥猪 正观主事 鼠猪人今天运势很一般 工作容易遇到阻碍 需要正确理性看待问题 不要被眼前暂时的困难吓倒 坚持下去就会有所收获 建议你有问题要及时和朋友家人或同事沟通 并且要认真对待 此日就会平稳度过 九尘龙 劫财主事 丑尘相破 鼠龙人士与愿违的一天 预先计划好的事情容易被临时知识打乱 而且还会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 千万别乱了阵脚 抽时间去做spot或游泳吧 不仅帮助你放松 伸展身体 还能缓解压力和疲劳 十五马 食神主事 犯害衰星入命 鼠马人今天运势进入颠簸期 事业受阻 时机不成熟 发挥空间有限 效率低下 人际关系欠佳 慎选合作对象 有失财的可能 毫无预算的开销不断增加 手头变得紧张 十一虚狗 劫财主事 丑虚相形 属狗人虽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完成 但却莫有一件事顺利的 心情十分浮躁 沮丧 此外今天不适合外出 乖乖待在家中 不仅可以节省不少钱财 而且还能让外面的喧闹远离自己 有利于放松身心 十二位羊 笔尖主事 泛冲摔星入命 属羊人今天容易为了面子而逃避责任 也因此在大家心目中的好印象急转下滑 信用尽失 心情郁闷 有被人利用欺骗的可能 身心疲惫 不妨和家人倾诉下 有助于缓解压力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向来做事情果断 毫不含糊 他们为人勤奋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论成功与否 他们都不轻言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 进入二月底生肖蛇的朋友 有多位贵人和财神爷的相助 自己的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 自己的才干发挥的淋漓尽致 受到所有人的赞誉 一定会收到比自己预期要好得多的结果 假以时日 定会成为人上之人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月份 就是二月底 因为在肖兔人身边 二月底就是他们命运的一个转捩点 如果他们二月过得不好的话 那么肖兔人在之后的日子里 可能就会被贫困和霉运所骚扰 但是如果肖兔人在二月底的时候 过得顺顺利利 富富裕裕的话 那么度过了这个二月份 肖兔人的心愿也就可以达成 所以只要熬过这个艰难的二月底 那么肖兔人就有望成为人上人 不但如此 在二月底 在这段时间才神爷 也会多多地庇佑你们 也会让肖兔的人发一笔横财 生肖马 肖马的人 他们生性聪明机智 睿智有余 很受欢迎 他们天生就有聚才的天赋 爱才有道 天生具有经济头脑 二月底开始运势直线上升 钞票麻袋装 成为人上人 他们运势将全面爆发 事业方面畅通无阻 男的富贵 女的望富一子 很有出息 日后大有成就 财运也很红火 凭且还能得到了财神爷的护佑 注定能成为人上之人 生肖虎 属虎的人比较喜欢自主创业 虽然前段时间很辛苦 但是平级个人的努力 再加上他们有果断的决策力 在生育场上非常自如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从二月底开始 不管事业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对他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